CMC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好传媒的好正talk 我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我是晴文正Kevin 大家可能很不明白为什么我一开始就放了一些这么错的姿势 因为我今集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职业的就是形象设计师 你知道的啦 我是那些做艺术的 形象是相当之重要的 而且这个节目也是将每个星期我见到一些非常之有趣的事情跟大家分享 今个星期不如就讲一下形象设计师 我身边非常之多形象设计师的朋友 当然啦 每一个都是潮人 营人 很漂亮的 但一讲这个形象设计师 大家第一件事想到是什么 就是通常那些人 不知这么硬是 CAMCAM的 很漂亮 CAMCAM的 很多英文 YES 是的 就是那些来的 我曾经人生里面 我第一次遇到的形象设计师 当时的她是这样跟我说话的 我一進去店鋪 打開門見到他 他一開始就 Oh! Kalvin? Wow! Hello Hello Man 我請問你 你是不是唱歌 我是 但我覺得你不是藝術 你也不是歌手 Finger Look at me 你是什麼 Star Star You are super Star 我一看到你的衣著和你的影像 我感覺到你應該是可以在一些很colorful Yes, colorful I think colorful的衣著 一些很漂亮的Shut 而且我覺得你是可以搭一些比較colorful的來 但是可以elegant Elegant的來又可以sporty 所以我今天幫你 Design了一套非常sporty 是sporty Yes sporty的衣服 帶貨上身的 但你下身會怎樣 下身我會跟你搭一個 Let me think 我會覺得你是很襯的那些很wow wow wow 那些衣服 那些飛走大自然 那些炮 奔騰那些 因為我覺得你是這個style 你不會不好看的 你一定好看的 Why 你tell me why 因為我design的 所以我覺得你是可以試一下上身sporty 下身是很wow 那些 那些這樣的感覺 OK So let's go 我們可以進去試一下好不好 當然了 我就勉為其難第一次 我又不認識 那我就試出來 當然試完出來 我的感覺像什麼 因為上身sporty的衣服 那個顏色是綠色的 而他那個非洲大自然泡民的色 是咖啡色的 所以我感覺到我自己是像什麼 像一棵聖誕樹 所以出來我是相當之怪的 那當然了 到今時今日這一刻 我再遇到這個形象設計師的時候 我終於明白 為什麼當時的他這麼有自信 因為人生就是這樣的 每個人都有一些喜歡穿的衣服 或者自己帶領潮流 無論是尖端還是末端 其實佔領潮流的那個都是自己 所以今集時間差不多之際 送一句話給大家 就是 你有你潮流 我有我感受 今集時間差不多 下個星期很棒的talk再見 拜拜